在金矿的下面 有着大约1600多平方公里的巨型空洞 艾莫莉坚定地说 我可以证实确实有地底文明存在 他们有自己的大气环境 自己的照明来源和供水系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K姐探秘 我是爱讲故事的K姐 说到地球内部呢 大部分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有地壳 地慢和地和 但随着这些年 不少曾经在政府内部 担任过要职的人出来爆料 说其实地球的内部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还住着人 一种和地球表面的人 有着巨大差别的生物 这些惊人的爆料一出来 网络就沸腾了 大家纷纷猜测 难道我们都被骗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你我的脚下 是不是真的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呢 关于人类与外星人开战的倒戏事件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但也有一些不了解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概述一下 1995年的时候 一个名叫菲尔·施耐德的男子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曝光了自己在1979年亲身经历的一场与外星人的冲突 演讲中他提到 自己当时受雇于一家具有军事背景的建筑公司 担任工程师一职 1979年他被派往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在一个名为道西的偏僻小镇 进行地下基地的修建 按照原定计划 他们需要先在道西花墨下 炸出四个巨大的空洞 然后再挖通可以连接四个空洞的走道 但没想到的是 当施耐德等人炸出空洞准备挖掘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其实早就存在着巨大的洞穴 而且据当事人说 那里空气新鲜 整个环境看起来像是有人在里面长期居住着 随即施耐德和一群随行的士兵 通过升降机进到了洞穴里 想要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 突然一群身材矮小 五官怪异的人形生物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据施耐德回忆 那群人像极了人们传说中的小灰人 当时处于惊恐中的施耐德异形人 处于本能反应 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枪支 向那些怪异的人形生物发起了攻击 但他们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使用了一种能够释放高能射线的 盒子武器进行反击 在双方激烈的对峙中 施耐德不幸被激光射线击中 他的胸口被严重烧伤 左手的手指也被瞬间切掉了一部分 正在他危在旦夕的时候 一名随行的士兵把他推上了升降机 他才得以逃离战乱 后来施耐德在医院度过了漫长的恢复期 在这期间他被告知 他们一起进入洞穴的69个人 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加拿大人得以生还 其余的人全部牺牲了 后来施耐德还被下了封口令 要求他不能透露此次事件 当时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 只能选择沉默 但是在1993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让施耐德决定一定要说出来 那一年他的好友罗恩·拉梅尔在公园被枪杀 而警方却给出了他是自杀的结论 施耐德认为那是赤裸裸的谎言 首先因为罗恩曾在美国空军任职情报员 退伍之后与施耐德一起 出版了一本名叫《异形文摘》的杂志 那本杂志就是专门揭露 他们在任职期间所了解的外星生物的内容 其次罗恩被警方认定为自杀 但现场却存在很多疑点 比如遗书并不像本人书写的 而且枪上也没有指纹 由此施耐德认为 自己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暗杀的目标 所以他决定在199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 曝光倒戏事件 在演讲中他展示了自己 在倒戏事件中受伤的胸口和手指 同时他还说 如果自己在短期内死于非命 那必定是被灭口了 果然不出所料 在他公开演讲几个月后 施耐德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内 除了他的脖子有勒痕外 身上还有被殴打的痕迹 结果警方同样宣称他死于自杀 由于之前施耐德在公开演讲中 爆料弟弟人的存在 之后又多次提及自己有可能被害 所以他的离世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 后来政府部门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自己 说施耐德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而且说他从未为军方工作过 除了施耐德曝光了美国境内的地底项目 以及地下生物的存在 还有另外一个来自军方的吹哨人 也有过同样的爆料 他就是艾莫里·史密斯 一位从美国空军退役的生物医疗专家 曾在桑迪亚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 主要负责分类基因研究和血液研究 生活中大部分人是从嘎亚电视台 了解到他的爆料信息的 在艾莫里的人物专访中 他不仅披露了美国的秘密太空计划 政府的外星人实验 还有对地下文明的详细揭露 想了解秘密太空计划的 可以去看看这起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 他对地下文明的爆料 到底下面有着怎样的生物呢 徐艾莫里说 现在政府有一种特殊的低频雷达 一种低频率的反向散射波形装置 能够穿透地面 清楚地看到地下的空洞 并且能给我们提供比核磁共振 还要清楚400倍以上的立体图像 专家们不仅可以看到地下空洞里有着什么东西 还能看清楚地洞的结构和大小 并且知道它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 他还补充道 只要是人类已经发现的有记载的元素 这个仪器就能显示出来 他说 这种装置已经被军方的部分人员使用了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他们就是用这种设备来侦测 通过地洞偷渡来美国的不法分子的 这种设备目前并不对外 只有少量内部人员可用 据埃莫里爆料 发明这种特殊雷达的科学家们 在美国的一处目前无法透入方位的地方 发现了巨大的金矿 在金矿的下面 有着大约1600多平方公里的巨型空洞 而且空洞的周围还被水层包围着 空洞里有自己的大气环境 埃莫里坚定地说 我可以证实确实有地底文明存在 他们有自己的大气环境 自己的照明来源和供水系统 而且在大约300米到1100米之间 可以看到人工切割的大大小小的立方体空洞 由于其建造元素不在人类已知的范围内 所以它反射回来显示的是位置状态 我们的低频雷达暂时还无法侦测到立方体内的物质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那里发现了一大片纯白色的粉末状的黄金 据埃莫里说 那种白色黄金很多人称它为奇异物质 因为用它做成衣服可以达到反重力的效果 在发现这些之后 政府立马介入了他们的项目 而且还把整座山买了下来 其实这也间接地证明了政府了解它的特殊性 埃莫里说 空洞里有一个巨型的金字塔 比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还要搭上十倍以上 里面有向下长达几千步的阶梯 有飞船形状的物体 巨大的石棺 大概有三百具人形生物的遗骸 还有盔甲及大量的黄金 那里的黄金多到用世界最大的船也装不下 当主持人问他 这是否意味着里面住着巨人呢 他说 是的 从遗骸和那些用过的东西来看 巨人曾经在那里活动 他们的身高大概在十米左右 不光是施耐德和艾莫里的爆料 给人展示了不为人知的地下世界 一个来自于俄罗斯的故事 也仿佛给人们传递着地底世界的可能 1969年 美国登月成功后 苏联很不甘心 于是想要实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来超越美国 1970年 苏联在克拉半岛开始了科学钻探 其中最深的一个钻孔在1989年的时候 达到了12263米 这在2008年以前 一直是世界上最深的孔 后来这个延续了25年的项目 于1995年正式终止 停止钻井的官方理由是经费不足 而内部人员却透露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井内出现了超自然现象 而且其实整个钻探计划的花费 比起收获的结果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据说当项目进行到9500米时 钻头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含量极高的地层 经分析取出的岩石发现 那里的含金量居然达到了80克一吨 而在现实生活中 能达到4克一吨的矿层就具有商业开采价值了 所以相比之下 那就是宝藏嘛 后来当钻头钻到大约12000米时 人们听到从钻孔里传出了奇怪的人的吼叫声 据现场人员回忆说 他们当时认为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 都被吓坏了 但还是鼓足勇气向井中放入了一个耐热的话筒 把那个声音录了下来 想证明此事并不是子虚乌有 据说在钻探的过程中 他们使用了钻合金打造的高耐热钻头 居然多次被折断掉进坑里 拉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了钢丝绳 由于此事当时的科研人员均无人能解释 所以最后官方就被迫把项目关掉了 其实我查证了一下 这个故事最开始是由芬兰的一份 主要宣传信仰基督的报纸发布出来的 于90年代在北欧地区广泛流传 后来传到了美国 并在美国的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节目 叫Praise the Lord 播出后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但是即使它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由于前面有施耐德和艾莫里的爆料 我们也不得不开个脑洞 说不定地下世界就真的存在呢 还有一件让各路学者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 所描述的地底环境居然和现代科学证实的地下环境一样 这仿佛也从侧面说明了 它们也许真的去过地下的世界 在巴西以北的亚马逊丛林中 住着一个名为马库西的部落 科学家们发现在18世纪之前 它们一直与世隔绝 奇怪的是 它们却坚信自己就是地下世界的守护人 在它们的世界里 地底住着巨人 它们的身高大约在3到4米左右 而且大约每两周就会和它们在地底的一处秘密地点见面 并给它们带来鱼等食物 很多人认为 这只是它们原始部落的一个神话传说 可是让科学家们惊叹的是 它们在描述通往地底世界的路时 居然知道越往里面就越热 它们说 那里还有炙热的岩石 它们就会在那里与地底人会面 并获得食物 各路学者为此惊叹不已 因为它们这种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原始部落 是怎么知道地球内部有炙热的岩石的呢 好 我是K姐 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们是否相信有地下世界的存在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下期更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